發生了 天天幹嘛 發小了 哪裡喔你先說 你自己是不是先拋一把 像你比較熱熱的 Wilf Wilf 去管 當我 你一定要 D咖群 D咖群就是固定每週在D咖的版上 找群有趣的文章來和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來歡迎一下今天的成員友 歡迎社群Zona 有 有有有 再來歡迎姊姊是Leo 耶 姊姊是Daniel 嘿嘿嘿嘿 你從哪邊學來這個姿勢 我不知道跟大叔學的 為什麼 歡迎企劃大叔 嘿 歡迎 歡迎 謝謝 是不是想姿勢是你 錄影最困難的東西 每次登場現在都想一個新的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第一篇文章 是來自感情版的 去男友家該不該洗碗 袁波表示呢 他有一天去男朋友家裡做客 那他就很自然的要收拾碗 快去洗碗嘛 這時候他男朋友的媽媽 馬上攔住他說 我們家是不讓客人洗碗的 阿姨來洗就好 就把他手上的碗搶過來 這個時候男朋友說話 你們都不要洗 我去洗 就這樣三個人開始搶 誰要洗那個碗喔 那袁波覺得這件事情 蠻有趣的 好奇的想要來問大家說 就女生去男人家裡面做客的時候 會不會去洗碗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去過男友家耶 就想像的嗎 就如果男友媽媽要站起來 我就稍微就是站起來說 喔那個 然後阿姨就說 不要不要不要 喔 你一站起來那阿姨就說 喔你要洗是不是 那這邊的幫忙一下喔 喔欣賦你囉 帶女朋友回家的話 你們會期待女友去幫忙洗碗嗎 我去朋友家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是有點 冬錢的概念 就對方提供場地給你 你可能就 就是要付出一些什麼 你來我家有付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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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買酒 我有買酒 你還遲到 欸對你還遲到 所以我買酒啊 我買酒 我付出 你都花錢表示 那我有一個問題 你女友來家裡吃飯 然後你媽在你面前 這樣子叫女女友去洗碗 你會怎麼樣 好我會覺得我媽這樣很不對 你那個當下你會有反應嗎 還是你會默默的看你女朋友的反應 你這個表情就是 你會看於女友的反應 你不會先出來談啊 打完主意 屁咧 我覺得這不對的 我覺得男生眼應該要洗 我知道了 如果他這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 我盡量不要帶他來我家 對不對 你怕為我衝突 對啊你不能自己媽媽那麼討厭 我不是說我媽喔 媽媽我愛你 媽媽 來不及了 那Lio呢 Lio你覺得呢 我來我家就是放鬆 自在就好啦 你女友如果吃完飯 就直接去客廳看電視吃水果 沒關係啊就是做客啊 這種東西本來就互相嘛 那你去女友家咧 應該就坐在客廳看電視吃水果 假設對方已經 他媽媽說不用不用 我覺得你也是可以回去 譬如說拿衛生紙 掃一下桌上的垃圾啊 這種比較簡單的 你還是可以幫忙做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1的這位男同學還是說 還是要意思意思一下吧 即便最後沒有要洗 不管你一開始有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但心意要先到 畢業66的卡友覺得 他覺得不洗也沒有差 因為每個家庭的文化不一樣 讓不是家人的人洗碗 他是也覺得蠻奇怪的 在客廳也會感到很不自在 你一開始第一次去的話 你可能要先試試水文 因為你不知道別人會不會在意 你先試了一次水文之後知道 喔對方家大概是 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你後面就 就是如果大家也有不同的想法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再來 下一篇貼文是來自閒聊版的 男友吃完蝦之後 就會一直起生理反應 那他前陣子看到 網路上面有人在賣活蝦 兩斤才六百塊 他就在一個衝動購物之下 買了一大盆回來 自己親手煮胡椒蝦 那他男友看到之後 也瘋狂的吃了一大盆 後一陣就是他整個晚上都 不退 這一篇文章的下面 瘋狂在留言 呼喊立友的留言 B3說 去林森北啊 把幾個小姐框起來 走啦 林森北看是哪一間齁 今天我出九千我出 逛幾個小姐逛起來 那說實在 我自己吃海鮮經驗 我是不會到這種 這樣病病酒 到底是吃多多 這樣病病酒 奇怪 啊 因為有些人對甲殼類過敏 還是他是 這應該不是這個 因為像我是不吃蝦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吃海鮮確實會有 比較 比較有活力 在那方面表現好像會比較好 但你要說會一直 你把消長的話 是有點誇張啦 可以拍一個六 你試看看看會不會 可是我們試測嗎 我吃五十隻家 可以挺多久這樣子 我覺得生蠔比較有效 就是吃生蠔的確會 像比較熱熱的 多靠一張 比較多靠一張 乾淨他有 有出力 內功運進來 我 集中在 乾淨 你又發現 有很多 我必須講一下 等一下 有 我有點忍不住 我要發覺一下 你們有沒有喝過那種 有 你知道又有一次社團慶功宴 然後把背那個 鹹湯很好喝 我就喝兩三杯之後 我跟你講 你會先感受到 你看著那個每個女同學 每個都身材變好 尤其他們背對到你的時候 你會一直 覺得自己怎麼一直在 然後你就覺得 幹他只是朋友 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 心理作用吧 太捨了 真的是真的是 沒有加久他就是鹹湯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最有效的 我跟你講你完蛋 以後你的粉絲會一直送你這個 OK我只是小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B49的卡友他分享說 這是真的 昨天疑似吃到 不新鮮的蛤蜊後 開始拉肚子 也會一直射精 發生 好啦 射精是三小 變大變色 等一下我要分享一下 這個B61的卡友 他本身是醫學系的 他認真回 其實吃海鮮 並沒有壯陽的效果 但Ryo說 他真的 有心生經歷過 他有出現 真的有心生經歷過嗎 真的有心生經歷過嗎 要再Cue他了 中醫養生專家認為 蝦性溫胃肝 對骨腎壯壯有其效 蝦子就是聖虧者 你知道 你在弄他小 他一說聖虧 前提是他有點聖虧才有效耶 所以Ryo 這個他不承認 這個他不承認 這出來 平常太差 所以才會有反消出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先求證一下好不好 不要看到這個 就先開砲了 歡迎就是有相關的專業 專業背景的卡友 來為我們解惑一下 到底吃這些海鮮 有沒有鑽狼的功效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篇貼文 是來自感情版的 要求女友打扮 那這位卡友表示 他在和女友在一起前 就有注意到他女朋友 不太擅長打扮 那在一起之後 他就想要試著鼓勵他女朋友 學習一下化妝打扮的部分 但他又很怕 這個要求對女生而言 會不會太過分了 那他有舉例 女朋友要穿搭 大概就是一個T恤啊寬護 短襪配帆布鞋 然後上面再來 隨便套一個格子襯衫 假設有一天你的另一半 這樣要求你的 穿衣風格 你會怎麼樣 當下聽起來會覺得有點冒犯 可是會想一下說 是不是我真的要 但是通常會 如果他會跟我交往的話 就是他已經接受我 平常的打扮風格了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為在一起前 我不是你的誰 我沒有立場要求 你去為我改變或什麼的 喔這有可能 另外一半就是女生 會管你們的穿搭嗎 對 會被管 他就說要花鬍子啊 出去約會的時候要 稍微注重服裝遺容啊 那我就懶了 我這邊一定有爆料 就是瑞柔在交付女朋友之前啊 因為他可能在一個狩獵的狀態 所以他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很得體喔 你知道嗎 德體還是德體 德體 他現在可能是德體 但他以前蠻德體的 有德體才能德體 對啊 平常很邋遢 我其實說真的我真的不管 但是如果說像去婚禮 或是說 他今天跟我朋友一起出去 他完全還很邋遢的話 我覺得就不行 但是我沒有說一定要穿多漂亮啦 當然如果他真的完全不想 我也不會逼他啦 那如果你女友是漂亮的那個 然後別人的女朋友都穿得很隨便 你們會覺得 你打扮得太隆重了 會這樣嗎 會覺得超爽 大叔的沙文圖音又來了 不是沙文圖音 你完蛋了 你現在不只是 不是 救救我 救救我 我真的不是 那女友很想打扮 然後但是他化妝化了兩個小時 不要遲到 就都還好 你有什麼資格做別人 沒有大叔 大叔 大叔 謝謝你 謝謝電影喔 救我 那男生自己會在意自己的穿搭嗎 像我如果去百貨公司的話 我就不太喜歡穿 短褲拖鞋跟一般的T恤去耶 就是如果我穿那樣進去的話 我會覺得 幹自己好像格格扑路 那些貴姐在看我 是不是覺得我就是個土豹子 我會直接穿拖鞋 直接去逛西瓜三越的成品 那你就有錢人了 對啊 大叔你他媽的 你太想轉了 因為像我西瓜三越旁邊 就是天舞棒的場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打完球 就穿那個漢山什麼 就直接去西瓜三越 吹冷氣 對吹冷氣吃冰啊吃午餐 所以我就會覺得 去西瓜三越其實也不用特別要穿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地區的旁邊那個生活差異 地區就影響了財富啊 天舞跟我們就是有點不一樣啦 你也知道 對啊我沒有這種困擾 我懶得表你們 好 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3的卡友表示 欸奇怪了 剛開始交往前 就知道他是那個樣子了 為什麼交往後 就突然變成又要他改變 那B11的卡友說 你可以旁敲側擊 可能看到適合他的服飾 就不斷的在美他說 欸你穿這個很好看 那多鼓勵他久了 他可能也會嘗試這樣穿搭 這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蠻有心傷的 那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再來下一篇貼文 是來自美妝版的 疫情在家上班上課 還會化妝嗎 所以 收到 收到怎麼了嗎 花妝啦 天天幹嘛 天天幹嘛 她想啦 殘忍在外面談 不是因為我才剛好看喔 怎麼沒事 好啦原po表示呢 現在因為work from home 的期間 但是他本身上班之前 他也是會化好全妝 他覺得化完妝 就有一個要認真工作的感覺 我只有看到他好幾天沒穿內衣 那樣 你們注意這個東西 我先說我自己好了 好 我就是不化妝啦 因為我覺得 在家就是要舒適 我哪次來上班 都很少化妝的時候 我就是不化妝就不化妝 因為我化妝要戴隱形眼鏡 然後要盯著螢幕 長時間下來就會很煩 我跟你相反 我只要工作我一定要戴隱形眼鏡 對你近視很深欸 就可能一個儀式感吧 像男生你們在work from home 期間 你們會有儀式感的東西嗎 就上班前一定要幹什麼之類的 Daniel 你的儀式感是不是先靠一發 那是睡前的儀式感 Daniel 你先說 你自己是不是先靠一發 難怪你每次會議都遲到 哪有每次都遲到啊 會可能啊 只有一天而已 幹 被誣賴 居家辦公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很期待 就是在公司的一些會議上面 你看到女同事的素顏 還好吧 你如果可以看到素顏的人 你平常在公司 他一定有素顏過來 啊 我就是在公司沒素顏 可是我開會我會素顏啊 我在線上的時候 好啦 隨便啦 當然我沒講 不要放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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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其實我覺得力友是最坦蕩的 他從頭到尾 我沒有看過他關過鏡頭 有沒有 他房間在亂 他也沒有在那邊掩飾 你在家不會脫衣服喔 會啊 他開會了嗎 當然不可能我上身發小 那些你有不開鏡頭的時候 都要躲上身而已 我都躲了 我都穿內褲啊 所以你連就是平常撿面的時候 也沒有穿衣服喔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件事情我們滿好奇的 所以也有在版上辦一個投票 那總共有 87906個卡友參加投票 不化妝的人占91% 會化妝的人占9% 那我們來看一下卡友怎麼說 B2的卡友說 有需要開鏡頭才會畫 70%的時間真的不會畫 跟不會穿內衣 B2的卡友說 不會畫也不會穿內衣 欸女生化妝反而是其次耶 我覺得不穿內衣的好像才比較多耶 最舒適啦 欸但有人說 B16的卡友說 素顏幾天就會突然很想畫 因為你素顏太久 也會覺得 要練一下這個功夫 通常都是晚上畫完 馬上去洗澡卸妝 也可以趁機趁這段時間 試一下新的妝容 Zona你是不是有在這段時間 練習化妝 週六週日的時候 下午兩點起床 然後開始化妝 然後就是 喔 好 好美這樣 就是用這個狀態呢 然後拍一些影片 或是什麼照片之類的 讓他那個CV值比較高一點 大省心態 大家在上班上課 遠端的這段期間 你們會化妝嗎 或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啦 那今天的第一趟訊息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今天討論的文章呢 連結都會放在資訊欄 那歡迎大家都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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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旁邊要爆掉了 好 那我也要尿一下 我也尿一下 好啦 你們去尿一下 喝口水 咖啡有什麼尿尿軍團 對 對 Ryo有夠大聲了 有愛FM4 我是說你 你那麼大聲 他們沒有跟你看你 耳朵這樣破了 Ryo那邊也有keep raw 都被罵了是不是 欸你為什麼會偷聽啊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就只有這張書桌喔 而且我要錄的話 我怕我把聲音關掉 會那個沒錄到的聲音 Ryo是腳沒有的臉好白 他被誰罵啊 你也有聽到喔 我以為你們上手 我聽到因為我帶著耳機去上手 喂大叔 你怎麼了 大叔幹嘛那麼大聲啊 隔壁都被你吵爆了啦 隔壁喔 我被我媽罵 哈哈哈